一个字的通用用法 比其在词原学上的意义重要得多 也就是把字意解释的困难 放到圣经原文中 找字根词性 目前传道人很多 学习原文的不是很多 很多的是 然后标志性的使用 会带来我们所预读的圣经版本 不必要的困惑和差别 老师如何看待 关于学习原文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类似的问题 之前我已经答过 那今天的问题有点侧重点不同 我再做一些整理 也就是说 学习原文重不重要 重要 那么学习原文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译本当中有些相对不太清楚 我们需要去查考原文 让我们能更加明白 作者的强调点 或者是真正的意思什么 那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不是意味着说 因此今天的一本就没有价值了 首先第一点 我们所使用的和和本圣经 它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版本 也经过修订 那他也是根据原文翻译 参照英文等等 而且来中国的这些宣教师 他们负责翻译的这些人 都是语言天才 我们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 上帝所赋予他们的那个恩赐 这个是比今天我们学三年语言 赤脚都念不上的 所以他们翻译的成果 当然有时代的缘故 那个时候他们采取哪个 那个时候中国人所使用的词汇 思想和今天肯定是不一样 所以圣经这种修订的工程 就有价值有必要了 即便如此 那么和和本圣经 是不是就不如我们 今天直接学原文 然后去研经 更有果效呢 不见得 有很多这个读了神学 学了原文 也不见得比和和本翻译的更好 但是学原文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确认 这个翻译 它是不是真正原文里面 它采取了哪一个翻译 比如说我们常常举的例子 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四节 真理和圣灵 现在是大部分好的版本 基本上采取这个翻译 但是我们当初翻译的是 采取心理学这个角度 心灵和诚实 那这个完全是人的态度方面 可以这么翻译 但是那里面的灵 翻译成圣灵更为好 那里的诚实 翻译成真理更为好 这就是原文 具有双重意思的时候 如何去处理 去翻译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我们外在的 客观的原理 我们说圣灵也好 圣经也好 虽然我们前面直接导论 圣灵是我们内在原理 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但是它是不是我们主观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客观的 圣灵光照我们 引导我们 明白真理 所以这两个是不变的 但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我的态度和诚实 这个就完全是主观的 所以虽然主观的也很重要 但是相比之下 作者更强调的是 拜神的人 一定要按着神的灵 如果不靠着圣灵 如果不按着神的真理 我们即便再诚实 再用心灵拜 也不外乎是拜偶像和异教徒们 所用的诚实一样 他们诚诚实实的热心 但是他们不按着真知识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按着真理 不靠着圣灵 是没有办法真正敬拜神的 没有重生的 被真理 被圣灵更新重生的人 他是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 敬拜神的 所以如果有真理 没有圣灵 他也没有办法活出真理 所以更严谨的翻译是 采取真理和圣灵 那就让我们郑重的反思了 不管是我态度的问题 而是我合不合乎真理的问题 还有不仅是我诚实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礼拜的能力来自哪里 需要依靠圣灵和神的恩典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就是翻译圣经 虽然它很重要 原文很重要 可以辅助我们 更加清楚深入的去研究 但是不意味着 一本就毫无价值了 那大家信主直到今天 都是靠着和合本圣经 来过信仰生活的 如果大家不是那种 故意扭曲或者是怎么样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透过和合本圣经 仍然可以建立我们的信仰 对不对 所以一本的必要性 正是因为有普罗大众 他们不懂原文 所以给他们翻译成母语 让所有不懂 没受过太高深教育 或语言教育的人 来阅读一本 那不意味着一本 就一定比原文差的很多 以至于我们拿在手中 都不敢相信 它是神的话 不至于这样 翻译圣经的人都很敬畏 他们敬畏神 而且他们也很严谨 他们是双 至少两种语言是精通的 那新约希腊文 你要翻译成中文 你要懂中文 对不对 旧约希伯来文 你要翻译成中文 当然也要懂中文 至少两种语言以上的 他们比我们现在 现学这么一两年 当然比我们更专 当然从学术的态度来说 别人给我们做好了 我们接受 这是一方面 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去 体会原文的价值和意义等等 去查考原文 这个也是重要的 就像我所说的 即便大家本科MD 毕业以后 也不一定直接拿着原文 啃就可以解经 不一定 因为解经不管是原文 还有综合的素质 所以至少给你在讲道的时候 你可以确认 查词典 利用圣经工具的时候 严谨工具的时候 你可以有把握地知道 因为你学了语法 学了一些解经原文 你知道 我这样讲的时候有底 原文是大概有这个意思 你不至于就盲目地依赖一些翻译本的 这个翻译的人准不准确 我们也不好说 所以等等 因此 大家一定要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日常的情况下 当然要依靠好的译本 注意好的译本 还有什么现代译本 有一些 韩国叫有什么简易圣经 就是为了当代人理解 所翻译的那些 现代人比较通俗的那个话 不像和合本 稍微有点文言文那种 但是它的毛病就是太通俗 有点不忠于原文 不够太严谨 现代人理解 年轻人理解 读着很喜欢 不像读和合本圣经 觉得好像有点这个距离感 读着很容易 就像儿童圣经一样 但是问题 它可能对于原文的忠实度就不好 所以翻译圣经 有我们所谓的信达雅这个原理 因此大家竭力的能可能学就学 但是也不要调导 我之前提到了 很多异端都是所谓的研究原文 研究出来的 他们自以为懂原文 却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原理 结果拿着原文去建立了 很多错误的教导 错误的解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庞大的工程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 可目努力 可能的话多学原文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亲近神的话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实在 哎呀 我都这么大岁数 学也学不明白 那你参考更多的好的译本 然后好的注释 作为补充 让你对这个经文更有 更把握的 更确据的去理解 这样的话也补充我们不懂原文 所以不一定 我之前也说了 不一定不懂原文 就不懂圣经 不见得 圣经只要你照着正常的方式 自然的方式去读 一个谦卑的心 祷告寻求圣灵 然后的引导和光照 然后尊重文脉 留意 这样的话 基本上圣经可以正确的解上 除了一些个别的经文之外 我们需要辅助 一般的话 我们都可以读懂圣经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困惑 不要因为原文 我们一听说 还有原文 原文是这样 然后就把手中的 圣经的这个价值和权威 就降低了 不至于降 不至于降 那我们如果要追究的话 今天的原文 圣经只不过是 圣经学者们 综合了很多这种 超本等等 编辑而成的 那我们如果在怀疑 他们的编辑的话 那恐怕我们手中的这些 新约旧约的 所公认的这些原文版本 也没法用了 那样就完全 掉到怀疑主义里面 就没有办法过 这种信仰生活了 所以重点是这个 那关于词的意思 自根的研究都很重要 包括一般性的 所以我们也要避免那种解禁 就是用一般 我们文化当中 词典当中 新华词典 什么汉语大词典 里面的那个意思去解释 然后去抠圣经的意义 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所以我们也要参考一些原文 这个西伯来文里面 它的这个词意的发展 或者说怎么样 然后这个词意 自根等等 意思变形等等 它的意思 实态 确立它的意思的时候 还要参考文脉 这个话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 什么样的文法里面 语言规则里面来说的 这样的话 我们翻译的时候 不至于实态上 或者意义上 跟这个文本不协调 所以这个综合性的来看 就像这样的文法里面 并且在这样的文法里面 我也在性格 并且